英文翻譯 我認為這次英語翻譯的工作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珍貴的經驗 我在大學是修讀中國文學 對我的藝術、造藝和文字閱讀能力 都有一個很大的提升 其實之前在北京 我想最特別的經驗一定是在紫禁城裏 可以走來走去 或者是見下那些貓 香港青年聯會和香港青年學生交流網絡 2007年起每年舉辦共創系列暑期實習團 讓香港學生到北京、上海、大連、夏爾濱等不同機構實習 2020年開始則推出混有問藝線上實習計劃 為文博和歷史背景的同學 提供國家級博物館的實習崗位 讓香港的青年更了解國家歷史 曾經在2019年到北京實習的Samuel 和今年參加混有問藝線上實習的張同學 他們各有什麼體驗? 當時我的崗位是國際聯絡部 負責將一些藏品由中文翻譯成英文 當時收穫很大 雖然自己在香港讀了這麼多年英文 但都沒有想過 如何形容一個海岸河青磚的藏品 如何用英文去描述 當時老師也很好 他也知道我可以參考國際拍賣行 如何描述這些藏品 從而嘗試做一個英文的翻譯 我在《雲遊文藝實習活動》中 負責中演短線的 詩文運營和英語翻譯崗位 因為我需要翻譯的是一些 劇目的內容大概 因為那些劇目會有一些 特別的藝術句子 藝術形式 就需要我們人手去 盡量表達那個藝術性出來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就是 可以令我參觀到一些 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館 和中華世紀壇等等的地方 都有一些專業的老師 去帶我們到賞 和去參觀每一個展品 都令我大開眼鏡 共創系列暑期實習團 和網路交流的 《雲遊問藝線上實習計劃》 推出至今 已經有個簽名學生參加 舉辦實習團的初心是什麼 在疫情之下 推行線上實習計劃 有什麼好處 我們都是想帶一班同學 可以去內地去體驗一下 順便可以體驗一下職場文化 讓他們早點可以融入 我們國家的發展大局 線上實習模式 其實講得很容易 但其實當我們實際要實習 的時候 我們事先要和那些機構 那些老師 是要溝通得清楚 舉辦這個《雲遊問藝》的實習 不是說 就這樣給同學 你們每一天去和老師報道就可以了 但其實我們同時間 在香港 本地都有很多實體的活動 去給他們 每個同學子 他進入大學的生涯只有四年 那你四年其實很快過 那我們都不希望 因為一些疫情的阻礙 或者一些因素 而影響到他們在大學的經驗經歷